图表一公布 癌症连续32年 蝉联北市十大死因之首 其中又以大肠癌跟肺癌位居前两名 除了第一名的恶性肿瘤占28.7% 心脏慢性疾病占15.6% 肺炎则有8.1% 今年我们有所谓的医院型的整合式筛检 我们就是 究竟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社区型的医院 或者是诊所 究竟就在诊所的原厂地 做一个免费的医院型的整筛 那就可以察觉自己有没有三高慢性病等等 除了预防慢性疾病 要降低肺炎等感染症 施打疫苗是比较有效的办法 今年的10月15日 只要50岁以上 那不限户籍 全国性的都可以施打流感疫苗 75岁全国的长者 我们都可以施打一次 终生一次的肺炎的链球菌的疫苗 虽然十大死因与前年没有太大变动 但医师呼吁大肠癌口腔癌 以及乳癌和子宫颈癌 是国民一定要定期筛检的项目 戴愛新闻李建宽台北报导 官單线ince是建讨 是国民民� flip自家的 德兼建讨 局民族判来莫购市 街要免派 讨칙 如果他就做了 有一个 的